好的 欢迎回来 现在我们场上是我们冠亚军争夺战的比赛队伍是不是 冠亚军争夺 昨天看到了这几支队伍 这个水平也是非常的强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湖南领动 UCRI特别准 真是指哪打哪 印象特别深 你看我们参加选手看起来年龄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的技术却是非常强的 技术非常强 接下来我们看看参加冠亚军争夺这两支队伍 他们都是来自哪 红方的话是哈公支援黑鹰战队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来自我们东北的队伍 然后来自湖南的队伍 领动UCRI战队 是的 湖南领动 蓝方的话是 陈祥羽翼这个队伍前几天直播的时候 我们也有提到过这支队伍 是 然后姚山中学雄英队 这个是我们来自陕西的队伍 好 来自陕西的队伍 我们的选手也是来自我们的全国各地 全国各地 其实因为我们MAKEX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赛事 是的 对 那么这次的比赛的话大部分都还是来自国内 有一些东南亚的一些队伍过来 是的 等到我们的后边的一些世界 全世界级的一些比赛里面 会有更多的海外的队伍来参加 到时候会更加的热闹 是的 没错 我看到我们红方这边是哈公志远黑鹰战队 我们的有一位女选手 对 有一位女选手 这是她们的观察手 是的 小姑娘的指挥非常的犀利 哇 但是看上去却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非常可爱 小姑娘 哇塞 我们蓝方这边 蓝方的蓝方上球非常的快 上球非常的快 还在进行击打 但是红方 但是红方的防守其实很成功的 哇 海公志远的方 哇 第一个六颗球屏倒地 还在打 天哪 又打倒了三颗 哇 我们 九颗球屏 天哪 我们的自动阶段才刚刚结束 而我们蓝方的场上所剩的球屏 其实不太多了 不太多了 一共十六颗已经倒了九颗 很强 真的很强 太强了 主要他们手动也很强 是的 自动都已经这么强了 手动也很强 看到我们红方和蓝方 这个实力真的是都非常强 非常强 而蓝方刚才他们的防守非常的成功 没错 没错 我们的裁判在进场 确认分数 确认分数 我们裁判确认分数也非常的仔细 每一个球屏 每一个细节都不落下 是的 看到我们红方是还剩下 已经倒了两颗球屏是吧 是的 然后我们蓝方是剩下了七颗球屏 所以在自动环节的话 80比30 哎呦 50分的差距了 50分 那我们手动环节 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 是的 接下来看到了吧 刚才背后的logo 全村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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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手动环节 一分半 高速旋转 看样子我们的选手们呢是 直接打击 先不码黄色球屏 蓝色 一台车在打 一台车在 我们的红方是成功的防守了 成功了 完成了一个防守 又祭导下了一个球屏 好 红方已经把两个黄色球屏 你看 其实他们码的非常有技巧 他们码的往里侧 是的 就不容易被打到 没错 对 但我看红方这个战车有点悬 在黄色球屏 在旁边转半天 真担心 好 达到了两个球屏 我们蓝方这边打击也是非常准的 非常的准 看看能不能形成 昨天的那种连杀的局面 如果能形成连杀就真的输不好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赛项的 他在这球屏摆放特别有意思 如果真的能形成连发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反转 是的 我们听到我们红方的射球的球速是很高的 球速很高 又打了两颗球屏 打两颗球屏 好 打到 打到一个 哈公 哈公志愿 哈公志愿其实还是非常的 非常的准的 这是被打到了一颗球屏 还是自己撞下了一颗球屏 有点遗憾 我刚刚看到好像是被打到的 被打到的是吧 我们蓝方和红方 他们的球的准确率都非常高 好 最后红方发射了两颗球屏 但是没有被打 没有打到 是的 稍微有点小遗憾 好 看看他们的插旗结构 小选手也是 直接插上就可以了 不用拧螺丝 直接插上 但是这个稍微有点单薄 它靠了两个 好像是靠了两个连接柱 是的 连接 还是有一些单薄 还是有一点 其实 如果出速够快的话 其实可以把这个板子直接打掉 对 而且它的这个车在晃动的时候 其实它感到被晃动的 也会随着晃动的非常严重 是的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 但是呢 我们的全村的希望 是我们的城乡羽翼队 城乡羽翼 这个冠军众多弹就是水平会更高一些 他们很快的就把这个旗子都准备好 车也都准备好 而且你会发现 他们的四台车是不是都有旗子呢 都有旗子 没错 没错 大家都非常的稳妥 都非常温度 不知道这回会有没有打旗子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面出现 神操作出现 好上来 两台车插旗子 先插旗 两台车 互相各自的两台车来进行一个进攻 好 这个是蓝方吧 先完成了插旗 红方 也完成了插旗 我们红方正在扶球瓶 扶球瓶 扶起了一颗 倒了一颗 进来你看 它其实放在那个线里面就回来 就是生活区 是的 对 但是放在外面是不行的 这个操作其实也非常的厉害 你把我打倒了 我再把它扶起来 说起这个扶球瓶 等待会比赛完 给你讲一个小的故事 就是我们刚开始 在打这个比赛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 看看我们红方这边已经成功的完成了插旗 那么我们蓝方这边的插旗是什么情况呢 蓝方 蓝方好像也完成了 你看他的球 他的旗的颜色稍微有点浅 所以看不太清楚 现在他们并还没有 蓝方还是在进行 在寻找机会 是的 而我们的红方是在进行一个防守 防守 因为他们所生的球瓶会多一些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二三四五六七 蓝方稍微少一些 一二三四 三颗球瓶 还是四颗 只剩下三颗球瓶了 但是双方的黄色球瓶好像都还在 没错 好 看蓝方最后一个击打 被红方进行了一个拦截 所以这个防守很重要 非常重要 防守很重要 我们蓝方是剩下了四颗球瓶 而我们的红方呢是 我们看一下红方的所胜球瓶数 会多一些 而且在自动分数来说 红方会占一些优势 是的 红方会占一些优势 所以的话 第一局 红方获胜的可能性会 很大一些 红方应该是一定获得胜利 为什么呢 进来你看蓝方的两颗黄色球瓶都高 原来是这样 但是红方还有两颗黄色球瓶 所以其实他们的分数 差的还是不少的 你看红方已经 累加到了多少分呢 520分 是的 这个分数很高了 没错 是一个很高的分数了 是的 我们红方呢 剩下的球瓶数是比较多的 是的 然后我们还有两颗比较重要的黄色球瓶 我们的选手啊 虽然说看起来年纪不大 但是我们的操作就很厉害 是的 好我们再继续把这个勇者征头这个比赛给大家看完第二局第三局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字幕其实我们的急速救援的字幕现在已经在屏幕上了 是的 也就是说我们下一场的话其实将会迎来我们的高阶赛急速救援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没错 急速救援 哎 急速救援 我最喜欢的赛项了 你最喜欢的赛项 是的 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抛瑜伽球 不是很确定 不太确定的 不是很确定 看到我们的双方队员看起来都还比较轻松啊 是其实感觉这个冠亚金争夺赛好像稍微的轻松一些 是的 可能也感觉他们会更加的稳一些 没错 但是刚才的季军中在来哇真的是好紧张 是的是的 队员紧张老师紧张粉丝紧张 解说也紧张 解说真的很紧张 我们在对这个成绩进行最后的确认 确认签字 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恢复场地 然后进行第二局 好 好 那么我们这局是红方胜利了 恭喜我们的红方 取得第一局的胜利 恭喜我们的哈公志愿黑鹰战队和我们的湖南领动UCRI战队获得了胜利 这一局的胜利 那么我们还有两局其实 还有两局 那么现在应该是在恢复场地 那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待会给大家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好的 我们稍作休息 稍后回来